HELLO 歡迎大家來到兔狼頻道 我是兔兔 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 所有每個影片都是很特別的 不是特別企劃 就是特別的日子 今天真的很特別 因為今天是我們 交流四周年 所以我們今天要給大家一個 超級機密的分享 就是我們在一起之前 關鍵七天的聊天記錄 然後相信大家就是在Dcard上面 有看過我們的故事 它是就是平鋪指數的 流水帳 並沒有談到我們內部的對話 就是真正的對話是什麼 大家也知道我們就是用群組認識的 公開一下我們在群組裡面的 自我介紹 好 這一自我介紹之前我必須講 我們兩個是算非常有緣分 我入群的那一天 剛好就是兔兔入群那天 然後那一天是從我們兩個入群 對 我們就成了圍二 然後後來也是整個群組裡面 滴對在一起的皮皮這樣 第一個我記得是講名字 所以我是Easy 不會念沒關係 因為很簡單就叫Easy 然後第二個就是你的年紀 我是Easy 1990年天蠍O型 已經26歲 那時候26歲 現在已經7歲了 但阿嬤說要算許一歲 隨時28歲 我是土徵土長的台北人 但是大學去逢甲都之後 就愛上了台中的美食跟人生 然後有兩隻貓 一隻叫妙麗 一隻叫貝貝 他很懂Q欸 我傻眼 OK 嗨妙麗 好 一隻叫貝貝 然後很快就會有一隻叫五級的狗加入 殊不知我後來決定 要改那隻狗的名字 叫萬歲 單身或有伴 那時候就寫單身 但是我們兩個很可愛 我們在交往之後還去改了那個組的介紹 所以 然後再來就是 興趣 我說興趣廣泛 什麼都有興趣展記下 從小學 音樂 但鋼琴不怎麼樣 然後打鼓比較OK 然後汗操很好所以去讀體育班 然後是球類運動 不是藍球是手球 喜歡看電影 看報球 旅遊 吃美食 耍廢 不喜歡運動 因為隨著年紀增長體能下降容易累 但喜歡feet的身材所以還是乖乖運動 就是一個 不知道那時候有沒有字數的關係 所以我就開始在講一些廢話 好 那我換我講我的嗎 好 安 安 1991 安 雙雲 基隆人 科技製造業 之前工作地 深圳重慶縣調回台北 那時候單身 對 小女樣樣痛 樣樣鬆 學生實在參加很多社團 誓言要演唱跳都會 所以高中大學加入戲劇社 吉他社會舞社 所以我就造就了小女變成血性的潛能 有嗎 你現在看我有夠寫嗎 滿滿寫的啦 滿寫的 那你喜歡那個紅牌嗎 滿滿 我覺得是那個時候有造就 算我被坑 OK 小女有興趣的事情很多 喜歡攝影 研究 導演 電影 唱歌 觀察 類歸現象 研究八字 看埃及歷史 最近還會喜歡看所以大概就瘋了 但我覺得你的自我介紹跟我有點像耶 我跟你講我那時候就是偷看你的 我那時候想說 這人 我跟你講所以 我們進群的時候其實 互相彼此有小小的 互相觀察 就是覺得同天進群的 有稍微留意一下 小女平常 泡咖啡店 泡溫泉 泡牛 懶情 我以前就是很 講話真的是超 喇叭的 對 然後再來是小女子從高中開始懷疑自己喜歡女生 直到研究所掰完閨蜜 才確認自己真的喜歡女生還是PP 然後覺得在台灣PP好像很稀有 然後感謝版主的社群 聚集美美的PP們與此 共傷大忌 這是我們第一次進群然後的做介紹 接下來就到了我們在一起 關鍵前30天的對話紀錄 是你私訊我 你先訊息我 你就說拍謝 本人覺得剛剛機球不太好 然後我就回你三八 我只是剛好離開手機 因為你就自己 就是在群組就尷尬了 然後我還覺得 喔你還特地過來 道歉 然後我就有點 傲嬌 就說 蛤你竟然是為了這種事情失去我 我覺得應該 就我期待有更好的原因 然後你就說 你這樣 我要全落囉 蛤 到底 到底跟全落有什麼關係 然後我就說 我想說好玩怎麼當啊 那你來啊我又不怕 你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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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說好 就是 721的群組聚會 我們去找小空間 然後我說來啊 怕你不成喔 你就說一換一不要躲 明明是你要那天可以讓我下水幹什麼 就是在性騷擾你啊 反正呢 我們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就是這樣認識 就是很沒頭沒尾的 然後其實我們好一陣子就是這樣子 沒事就要去打擾一下對方 於是到了 前25天 我在群組裡面提到了我的公司 然後你就說你是業務啊 然後自己也知道自己很準 還說不當業務要幹嘛 然後聊一聊之後 就發現 我們的客戶在同一棟大樓上班 於是我們就造就了我們 又不解的緣分又發生了 然後前24天 我們開始有一些群組童話 你得第一名啊 然後來跟我炫耀啊 我超傻眼的 我撒嬌第一名 耶 我這個配到組嗎 沒有吧 沒有 是被指定的 我不知道是你指定要跟我 還是別人指定說你跟我 每次有你的戲我都要陪秤 真的嗎 我就非常無辜 然後我的半夜戲 來襯托你的撒嬌 是你的第一名是我幫你得到的其實 然後你就是一直在跟我炫耀 然後還在那邊撒嬌 我就警告你 我就說你不要再跟我撒嬌囉 再這樣撒嬌的話 我也不知道我會做什麼 然後我就說來啊 什麼什麼又再撒嬌 我就說好這是我房間好嗎 就這樣約你 然後你也說 怎麼這麼好什麼之類的 然後你就說好我拿 我要過去這樣 我就是每天都在跟他嘴跑 對 第前20天 這是我們第二次的群組聚會 就是我把你當椅子做的那一天 你不只把我當椅子做 你還戳我的鼻子 對 我就這樣看著他 他說 欸你的鼻子很漂亮欸 欸你的鼻子很漂亮欸 是真的嗎 是真的嗎 我想你都戳了才問是真的嗎 我就說 是真的嗎我可以戳嗎 你那時候真的很大力 然後你還問我說是真的嗎 我想說你都戳成這樣 如果是假的來得及嗎 然後你就很賤的是說 我就是知道是真的誰敢這樣戳啊 前十九天你就說 寶貝喝咖啡 對我們那時候很喜歡寶貝來寶貝去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欸 但就是可以這樣 但其實沒有在任何意思 然後我就說寶貝喝咖啡 其實只是我想要跟他聊天 聊是非了 所以我就覺得啊時間到了 掐子已算 應該要來八卦一下了 所以我就說寶貝喝咖啡 然後你還很驚訝說 要喝什麼咖啡 我想說 這句對我的解讀是 你要聊什麼是非 然後我就說 都可以啊看你 然後就說現在嗎 我就說 你要改天也是可以啦 然後就說 那不然我們約吃飯 我想說 我只是要跟你聊是非 怎麼變成要吃飯 我真的以為你要跟我 約喝咖啡你知道嗎 真的是超貼心的欸 那天就是 我就是一個工具人 徹頭徹尾的工具人 你只是打發時間找我吃飯 然後呢吃完飯之後 你真正目的是想要我陪你逛街 然後幫你選東西 我真的就是以為我很貼心 就是沒讓你約到喝咖啡 所以就是要 再還你一個月這樣子 好不好 然後後來 前七天 就是低咖上的那個 很噁心的花之吻 我那時候已經跟其他人都到了 然後我就已經跟你說 我今天會早點走 因為我明天有事 五點半要起床 我跟你講完之後 你還很嘴炮說 我絕對會去見你一面的 好我的風格喔 我今天超煩的 反正 因為你太晚到了 所以你到之後 我記得沒多久 我就要走了 然後你就一直在那邊想留我 對 不讓我走 對 然後我就說不行 我真的要走 所以我就是狠心的 拋向你的走 代表說 我對他那時候 其實也沒感覺 我不在乎他挽留我 各位觀眾 關鍵時刻來 就是前五天 前五天的時候呢 我們群組約去唱歌 然後後面還去了那個 一起去了楊麗山 我覺得你那時候 就已經喜歡我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在門口 所以你一進來 第一件事情就是 霧中五人 直衝我 然後抱超級 對 推不開 然後所有人都在看 所有人就是 你知道眼睛是發光 想說 WiFi已經打開 是是對 想說你們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 拖 就是拖也推不開 然後你又拉超級 然後我就 好了 好了 不理我 我完全沒有意識到我 然後抱到你爽 你就可以這樣 呀 這樣爽了之後 你很香耶 我不知道 我就想說你在發什麼神經啊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有一瞬間 想過 你有喜歡我嗎 但是你又開始很瘋癲 我就覺得 喔那應該是錯 我覺得他可能是 故意想要讓我出糗 但後來就是 我要去廁所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那一整天一直跟著我 然後我要去廁所 走進廁所 一轉身又關你的時候 就啪 你要幹嘛 哈哈哈哈 因為你那時候超精壯 你是有機會超精壯 好像就是 碰我差點被門打到臉 你知道嗎 會閃開來 然後你就問我說你要幹嘛 我就超想發 我可能已經發你一個白眼 我說我來廁所 因為我想上廁所 那我去外面等你嗎 我想說我沒有要你 然後呢 我整場唱歌我已經覺得 我很累 心很累 然後各式跟他被騷擾 然後一個不留神 你就突然出現 然後笑我一大跳 然後呢 大家還說 等一下約幾個人一起去 有你 我還有誰在誰 你不要跟別人講 因為我們不是每個人都去的 OK 好就這樣 然後因為大家知道我有稱 所以我就是司機 然後呢就是我玩 女生最喜歡的二選一人 後來就問到了一個 你跟A 然後我選誰 然後我選了A 然後理由是因為 人是不是高 我真的超不爽的 然後你就生氣 就不講話了 整場就開始悶掉 因為大家都選我 只有你不選我 他真的 猶豫很久 我也不知道你幹嘛演這麼久 我沒有我是真的 你叫他選一選就好啦 因為 A又不在場你在場 我選了A沒有選你 我怕你會怎麼樣 我很糾結這件事情 可是我又不想妹的良心選你 然後反正果不起來你生氣了 對我超氣 而且 那時候其實已經到尾聲了 然後你也 你也 就是整個氣氛壓超低 然後每個人都可能也 感覺到氣氛不對 然後也覺得 好啦差不多 那我們趕快下山啊 我就好像那把搭 站下山 就是在市民那邊 有建設的地方 我就把搭給丟 我就火速飆車飆回家 你到隔天都還在念這件事 我這麼優秀欸 你就開始說什麼 我這麼優秀 你怎麼可以不選我啊 選什麼身高啊 什麼什麼 然後我還 我還跟你道歉 你就一直不原諒我 超氣的 不願意原諒啊 我那時候還說 我講得很官腔的話 我就說 因為我想說你在 就是 你高個十公分 就是很我的財 但是我又覺得 你 你如果真的長了 那十公分的話 可能最後的 就很多是輪不到我的 大翻白眼欸 各位觀眾 為什麼說這很關鍵呢 因為我大概就是 從被他拒絕了之後 我就覺得 我應該就是喜歡上他 因為我隔天整個就是 心神不寧 上班 沒辦法上班 我就一直在想 我想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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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麼優秀 然後 我覺得最痛苦的是 下山之後的 當天晚上 我們晚上又要一起約吃飯 這個事情要先講 為什麼會有這個約呢 是因為有一個女生 就一直很喜歡約他 他就不喜歡那個人 他就想要 找我跟他一起 去當擋鍵盤 那個女生突然說不約 然後他就問我說 欸他不去了 那我們還要約嗎 然後他就還派藥給我 說什麼 欸可不可 可是沒關係啊 我覺得我什麼事要好多了 還記很清楚欸 對我突然想起來了 他還體貼我 你剛才有體貼我 說你昨天也沒睡什麼 對啊 就看你看你看 看你要不要去 可是我現在已經真的好多了 已經是強調說你好多了 就是 就是決定選交給你 然後我就想說 這樣是不是應該還是要去 然後可能我私心也是想去吧 我就說好啊去 然後就去了 就說你在那個 結婚在地下街的藥妝店 買個東西 然後我就說 喔好 那我快要到了 然後下結婚那時候 我就直接去找你 然後我就看到你了 然後看你的時候 我有點想要過去這樣 打個招呼 然後我不知道什麼 突然轉身高 都很像變態要抱你一樣 對啊 你的臉真的很像變態耶 然後我也很尷尬想說 欸欸你怎麼轉過來了 然後我很尷尬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我自己的時候 就啪 靠這麼近幹嘛 好我的風格喔 沒有啊我覺得你又不喜歡我 你幹嘛靠我這麼近 你有什麼病啊 不熟 然後反正我們就 我們就去吃飯啊 吃完飯敞開心 就開始跟我講你過往的感情啊 什麼都講 掏心掏肺的講 講到哭 我整個是超慌張的耶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超不會安慰人的 然後我就 不要哭啊 什麼的 我記得好像應該要講一些 什麼吧 妳好像還滿暖的 是不是 我是啊我是暖狼 然後我們就搭電梯離開 搭電梯離開的時候我找不到你 因為你太矮了 我那時候還不習慣 不習慣他的身高 就轉過去是平視 你知道他在這裡 平視是看不到他的 然後就轉左邊 欸怎麼沒有人 轉左邊怎麼沒有人 我整個是180度轉 我想說整個轉這樣 我總是會看到你吧 然後你的表情 真的是你真的很討厭 你就這樣 再找我 我有這麼矮嗎 然後又回到身高問題 妳又暴怒 暴怒 我這麼好 我這麼優秀欸 然後竟然因為身高問題 然後劈一怕一直罵一直罵 一直罵 從來沒有因為身高問題 在感情上吃憋 對 於是到了 在一起的前三天 就是因為我們客戶在同一棟大樓 我們就一起在 那一棟大樓附近的 星巴克 就是在下班之後 一起喝咖啡聊天這樣 那時候應該是我上鉤 的那一天 就是我 關鍵 各位觀眾關鍵的時刻 突然來電 來電是怎麼突然 然後聊到都不想回去 然後一直到人家也要關門 我們才依依不捨 上次說要離開 而且那時候我們 兩個人都大憋尿 對對對 兩個人很想那樣 但誰都不想結束這種話 我覺得這就是 因為你怕結束 那個氣氛那個氛圍就是跑掉 你想講話 那個東西就會不見 可是那不是我對你來電的時候 我來電的時候 是在我們結束之後 我要帶你去客戶的大樓取 就是你要取車嘛 我就是這樣低頭用手機 就是接那個線嘛 然後你就是剛好想要吸安全帶 然後我就覺得 我們兩個好像突然靠很近 那一瞬間就覺得 怎麼會有這種 這種緊張曖昧 然後覺得 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那個感覺 但那一瞬間 你會覺得 時間變慢了 就你其實兩秒的事情 你會覺得像 兩分鐘吧 那個車子上真的超怪 我覺得那是一個神秘空間 就是 越老坐在車上這樣 某個維度 不知道欸 我只記得回 在你去牽車路上其實 路程很短 但我們兩個人都沒有講話 但我覺得 為什麼會有粉紅泡泡的原因 應該是因為 明明剛剛一直講話 然後現在兩個人都不講話 就是 從舉止中就會感覺到說 你應該要感覺到什麼 所以你沒有講話 突然安靜下來的時候就是 反而很奇怪對不對 就是很曖昧 心情 我感覺到他有一種 裝作沒事的樣子 他就有點那種 沒事我繼續放我的音樂 開我的車這樣 對 可是你明明剛剛不是那個樣子 你為什麼現在要這個樣子 那你呢 你自己明明也裝作沒事 你就一直這樣一直 蹬著那個擋風玻璃這樣 我就瞄到你 我就覺得 你是怎樣 不害羞吧 應該吧 然後反正就是很可愛這樣 然後 然後要走的時候就 到了 我其實內心有點小失 我覺得 這段路有點太短了 就有點捨不得 但也沒辦法 就到了 我就說那 開車小心走囉 然後就啊 拜拜 然後你就 再看 多看了一眼 我們就多看了彼此一眼 你才關車門 走這樣 然後但我覺得我們都知道就是 發生了一些什麼 我其實還好啦 沒有知道 但我想你應該上鉤了 因為你已經喜歡我了 對啊 我已經喜歡你啦 對 他上鉤了之後 我們就去了我們的 台中之旅 我們去了台中之旅之後 我們就 摸摸手牽手 我是你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坐在你腿上 所以我比較高 我比較高 然後呢 就是桌子這樣撐這樣 啊跟對方聊天 來跟對面人聊天 然後聊完之後 就這樣手就這樣 這是桌面 掉到 碰到 我就 勾他 然後我一勾他之後 他很快 他把我手給握住了 喔 看他握住 然後握住之後我就 用力握他 然後他就更用力的回握我 然後我們就這樣 在台面下 手是這樣牽著 就是這樣 牽著 然後就一直這樣聊天 真的 然後兩隻 兩個人的這隻手都 都不在 然後我們 都只有這兩隻手在動而已 對 超明顯 真的很好笑 然後都沒有人知道我們在下面這樣 可是我覺得超明顯 這兩個人的這兩隻手都要背欸 然後就大家都看不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欸 我自己覺得超明顯啊 剛在一起的 第一個早晨 我馬上傳了告白歌給你 就是要讓你知道我 前一天講的不是喝醉酒 就是我是有意識的 我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我就傳了告白歌給他 重點是你怎麼會有這個告白 就是你 你怎麼那麼快就可以傳這個東西給我 因為 車上不是已經有泡泡了嗎 對 然後我又跟你說我單身之前超愛聽音樂 對 然後我就想一想 我覺得 印象中這首歌好像還蠻適合的 所以我有回去再重新聽一次這首歌 然後看了他的歌詞 確定說就是這首歌 太可怕了 早上的時候我就默默打開手機 然後就看到你傳一首歌給我 然後你還跑到廁所聽 對我跑到廁所聽 先去包包拿了耳機 然後跑到廁所開始聽 聽完之後就問我說 想跟我一起看星星嗎 我說想 然後我就說我比較喜歡看星星 勝過看夜景 然後你就說那我們去看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睡兩張床 我們已經在一起但我們沒有睡同一張床 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在遮掩什麼 就一群人總共兩張床 我們就是分別在兩張床的 就是最邊邊 我們中間隔著一個走道 然後我們那張側睡 然後一直看著彼此 你好像還跟我做一個很奇怪的表情 所以我就傳訊息給你看一下不行喔 然後你就說可以喜歡 然後所以我們就一直看一直看 因為你一直在做怪表情 我覺得超奇怪的 你的浪漫好怪喔 然後我那時候就講了很浪漫的事情 我說我很想睡 可是張開眼睛看到你就 就不想閉上眼睛這樣 然後你就說 你也說很噁心的話 你就說我就想看著你 我就說我期待有你的生活 你就說這句話讓我心臟蹦蹦跳 心跳漏跳一拍這樣 然後我們那時候因為其他人都在 所以我們聊天都用文治聊 然後在聊的時候你知道你幸福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控制你那種甜蜜感覺 你是不是會笑啊 笑得像花痴一樣喔 然後兩個人都這樣 兩個表情一模一樣 然後沒有人發現我們在一起 大家眼睛還好嗎 真的沒有人發現 總之呢 就這樣 是終點快樂 對 耶 這就是我們 在一起前的 30天的關鍵對話紀錄 就是其實我們兩個 一直都是歡喜人家 就是我們不是 我們有浪漫的moment 但我們也有 大部分的時間其實都是在 嘲嘗鬧鬧 然後笑鬧鐘 打鬧鐘過的 對 就是在一起之後其實也是 沒有以前那種 嘴賤的幽默 但多了那種 愛以及更多性騷擾這樣 蛤 這集做得我好不自在 怎樣 自己變態怕人家知道喔 好啦好啦 這就是我們 在一起前的分享 對 在一起前的分享 喜歡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要說掰掰